这应该是近来大家最关心的焦点 最近经纪公司巴曼的官方推特公布了一系列的照片 看那突出的蛋奶 看那鸟仔脚般的戏腿 相信你我想的都一样 那个女人要回来了吗 对 就是安齋 安齋啦啦 那位一人三话的神儒女欧 而从照片的说明来看 10天后的4月24日一切就会真相大白 问题是谁等得了这么久 是不是安齋就一句话 请巴曼不要玩弄我们好吗 然后昨天晚上又多了这张照片 把照片放到最大 把她的侧脸看得更清楚一点 请大家再观察一下 这是安齋吗 先讲我个人的看法 是 我觉得她是安齋 虽然巴曼很喜欢玩这种猜猜我是谁的游戏 但以往大多很快就揭晓答案 这次提前半个月左右运作 然后三不五时就聊大家一下 显然这人非同小可 更重要的是以目前看到的几张照片 我觉得巴曼其他女优身材可没那么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析 为什么是4月24日 有什么可供参考的资料 首先 4月24日不是SE发表出品的时候 所以以这个日期来看 极有可能是安齋安齋拉拉 要在当天初刊的周刊周刊post 发表写真 如果这位厂竞人真是安齋 安齋拉拉 我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 但而微情报网站 而沙夫是这么看的 以巴曼和骗商的关系 说不定 真的是说不定哦 这家经纪公司是让他自然是一抽离 强往已经变成他们形状的 Freenostar 重战江湖 至于业界的人是怎么看 这个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 巴曼在业界的状况 因为不是在东京的事务所 再加上很会挖角 所以他们与大家主要认识的经纪公司 都不熟甚至交物 然后如果这个人是安齋安齋拉拉 巴曼肯定会用各种方式吊大家胃口 然后封锁一切可以求证的管道 所以真的 一切只能等到4月24日答案揭晓